分享天主圣言 常因生命之权 下面为大家分享 保禄说他活着 请大家聆听 复活期第七周星期五读经 攻读宗徒大实录 二十五章十三至二十一节 阿格利帕王和贝勒切尼 到了凯撒雷亚 问候菲斯图 他们在那里住了许多天 菲斯图就把保禄的案件 称明给王说 这里有一个人 是菲利斯留在狱中的囚犯 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 司机长和犹太人的长老告发他 要求定他的罪 我回答他们说 被告还没有与原告当面对质 有没有机会为控告他的罪辩护 就把那人交出 不和罗马人的归礼 后来他们到了这里 我没有尸验 次日便开厅 下令巴大人带来 原告站起来 他们所控诉的 没有一件是我所想象中的恶事 他们的争辩 仅是关于他们的宗教 和关于一个已经死了的耶稣 保禄却说他活着 对于这些争执 我不知如何处理 就问他要不要上耶路撒冷去 在那里受神 可是保禄却要求上诉 将他留给皇帝审断 我便下令留下他 等我爸他谢送到凯撒那里去 天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保禄被捕之后 在耶路撒冷被捕之后 当时的总督是菲利斯 后来就换了菲利托 菲利斯没有处理好保禄的事情 到了菲斯托 结论了总督之后 我们知道新官上任三八伙 他也想做一些事 而犹太人想借着新官上任 不了解情况的下 要求把保禄送到耶路撒冷去受神 这样好能在中途去杀害他 或者是至少能够将他早日定罪 菲斯托他当时呢 不知道 犹太人的这种想法 可是他认为保禄也没有犯什么罪 他为了讨好这些犹太人的领袖 也希望把保禄 卸送到耶路撒冷去受神 可是保禄坚持自己无罪 而且又说我是罗马公民 我尤权上述到开桑那里去 这样呢 总督就没有办法了 菲斯托在整个世界当中 他明明知道保禄无罪 应该释放 但是他又为了通过这件事情 聊点政治资本 想多听听其他人的一些意见 这时候恰好阿克利帕王和他的妹妹 贝利尼切来防卫 其实呢 阿克利帕王呢 和他的妹妹这两个人 说实在的是不应该在一起的 他们这个家庭是非常的乱 我们不用讲太多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 这个菲斯托就把这件事情 告诉了阿克利帕王 阿克利帕王就是当时的 这个 犹太林的 那个 就是黑洛堆的儿子 就是那个分封王 并不是开撒 不是罗马的君王 因为这个 因为这个犹太 他属于希腊亚省 而当时的总督 就有权来管理这些 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 菲斯托他给阿克利帕王 讲这件事的时候 他说原来意味他们有什么 我想象中的恶事 没想到他们讲的就是一些有关宗教的事 是一个关于已经死了的耶稣 保禄却是他活着 通过菲斯托的这句话 让我们看到 保禄 他的确 是在为耶稣的复活做见证 他在耶路撒冷做了见证 现在在监狱里面 被关了那么久 依然还是要为 耶稣的复活做见证 因为当时 犹太人呢 认为保禄 相反了犹太的法律 亵渎了圣殿 可是保禄说 我没有违反 犹太人的法律 也没有亵渎圣殿 于是他们又说 保禄造反 就是背叛开撒 保禄说我也更没有 这下更是一个诬告 对于亵渎圣殿也好 这种指控 因为这属于 犹太人私人的法律 所以说这个总督呢 想把他能够交给 这个犹太人去管 当然保禄 最不希望见到这件事情 因为他知道 一旦自己落到 犹太人的手中 那就性命没了 这是为什么 他就要求上诉 凯撒 因为在按照当时 罗马林的法律 这个上诉者 有权 向凯撒上诉 这是罗马林的 公民权 他是为了保障 罗马公民 在整个帝国范围内 免遭总督的 这个随便定罪 因为罗马林 在整个罗马帝国里面 是一等的公民 这样呢 连总督都不敢去 轻易地去伤害 一个罗马林 我们看到 当千副长知道了 保禄是罗马林的时候 也不敢扁打他了 现在这个总督 他想立功 但是呢 天主也不允许 他虽然说 给这个阿克利帕王 说了这些事 但最重要的 还是他提到的 保禄却说 他活着这句话 保禄说 一个死了的耶稣 还活着 其实我们刚才提到了 这个阿克利帕王 和贝利尼切 我们还是 从历史的角度说一下 阿克利帕王呢 他是大黑洛德的孙子 是黑洛德 阿克利帕王一世的儿子 他是半拉犹太人 他是继承了他的叔父 黑洛德·卡尔奇斯的王位 后来呢 他就被威廉为 巴勒斯坦北部的 这个君王 那个贝勒切尼呢 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 他曾经下嫁了 他的叔父 黑洛德·卡尔奇斯王 可是丈夫死后呢 就是现在的这个阿克利帕 接到他叔父的位 然后他这个妹妹呢 也就跟着他 两个人在一起生活 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他本人是不受 犹太人欢迎的 但是呢 在这总督区内 他有权为了大四季 所以说他也算是 犹太人的一个君王 他现在呢 上任了 他到这个总督 这里来防问 拜访 为的是和新上任的总督 搞好关系 因为当时 罗马的情况 我们知道 他既有地方政府 也有罗马派去的总督 菲斯托就是 罗马派去的总督 我们知道 耶稣时代的 罗马总督 是毕拉多 后来毕拉多之后 换了这个 另外一个总督 现在是到了这个菲斯托 我们看到 保禄在这个期间 他虽然是在监狱里 他还依然是有影响力的 因为保禄 在传讲耶稣的复活 其实这一点 就让我们想起 耶稣所讲的那个时候 会有人把你们 逮捕 送到长官面前 甚至送到公议会 的确 这些在保禄身上应验了 而且保禄 在这种环境当中 他内心依然是非常的平静 非常的平和 但依然是为耶稣的复活 来做见证 这就是我们笑话的榜样 虽然是在监狱当中 他依然不会忘记自己的使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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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